新二代涉嫌強姦 演員媽氣速停工一年限低潮 24歲日本男星高田玉泰 去年8月在群馬仙拍電影 深夜幾杯黃湯下渡後 回到下榻旅館 對40多歲送牙刷到房間的 櫃台女員工心情未遂 以強姦傷害罪被捕 不過事後雙方達成協議和解 他或不起訴處分因此獲釋 但高田的演藝事業就此聚聚了 犯案後除了慘遭經紀公司節約 他的演員媽媽高田淳子 後來也為兒舉行記者會公開道歉 高田淳子9號參加 朝日電視台談話節目撤子的房間 幾度哽咽談到過去一年來 因兒子犯案承受外界的壓力 曾一度考慮想要引退 工作外面也不太多 所以在猶豪公園 他也透露之前曾有報導之處 他家附近的鄰居不歡迎他兒兒子入住該處 後來是身邊不少人鼓勵他才漸漸走出低潮 他也對所有關心他的朋友表達感謝 娛樂動新聞報導 哇 像世界爭片 你旅居海外 行腳各地 用影像說故事 講道理 寫日記 你最自豪的Vlog 在每日近三千萬瀏覽人次的蘋果網站投放 報酬幽默 衝進獎勵 作品潛技有創中心 獎勵 作品潛技有創作品